加油 喜事 少不了我 老公姐妹 來了 富康 我剛才來找你的時候 我順便拿召她 讓她一起過來 交給你了 來 喝點酒 這個姐姐們 看起來這個心情好悶的感覺 看得出來 這個有眼睛的應該 都看得出來吧 來 拿一下 拿一下什麼 拿一下 來 拿一下 來 那個你是君子 你為什麼要出賣我 這怎麼行 你怕我把你搭錢拔趕 我先推你 你別別別 手要的就是不用擔心 我在他的旁邊 電腦是富康 氣噗噗的 我很怕會剃一條四條的 對啦…你顧得好 好…拜拜 德超怎麼說 富康還在撐氣嗎 你不用煩惱 有紅潮的跟德超這兩個 在西瓜 我太背在背叛他們 他要有事嗎 我們是夫妻 我又不是個不明理的人 平常我也在做慈善 他幫助別人 我當然會贊成 他為什麼不說 他不說這不是很奇怪嗎 老實說就好了 他好像這樣覺得 我是一個壞人一樣 你現在在伺服上 你太無聊了 其實我認真過了 我們女兒是比較有超煩 女兒就比較超煩 有時候 如果事情想跟我們說 我們… 尤其我們兩個 很喜歡跟我們洗洗淀的 對不對 我們幾期太少 不要說了 對不對 多說多放淀 不知道都沒有跟我們改水 如果我知道 我當然是會生氣 可是也是為了他好 我… 我幫他受傷害 所以才不希望他這樣做 我們姊妹的伯母 這樣冷靜稍鬆扣一下 妳想我們為他好 那他們有感覺嗎 對不對 前途說我們十年嗎 其實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改變 全是改變我們自己 我有這個想法 就是上次 我為了資料跟玉慧來用的事情 阿嬤的就回去後頭 回去英文先生 就自己摸檢討了 我在想說 我替他們五家 不然大顆粒粒粒粒粒 讓他們欠到… 所以我也很生氣 我以為想想說 我們是不是人家管太多了 對不對 不然人家騙人騙人騙人 每天都是不要跟我們參加 我訂這個規矩 訂那個規矩 也是為了這個家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這麼做 所以才… 才… 才讓人家要悶死對不對 對… 對… 你想想看 今天你們的認識是在訂整個器 這個訂整個器的權利 如果搞到傅康的手 傅康開始說 陳秋月 我不准你去整形 陳秋月不准你去貴婦團 我不會讓你去逛這個商品 這樣 餐廳餐廳你敢買 規矩那麼多 好像在坐牢 對啊 你現在跟人家這樣 人家也像在坐牢一樣 對不對 老婆婆就是老婆 老婆蹭她蹭她蹭她 妳這次到傅康 媽媽這條這麼大條 她的感情的基礎 我相信 她絕對很快就回來了 她就要和好 不要再讓她洗洗臉 這個時候有春花在 真的好好喔 好幸福喔 好想起雞皮疙瘩喔 好愛妳喔 妳怎麼 我第一次看到她喝那麼醉 走都走過 妳打一打 賣媽 吃都該消了 躲進人家 誰說回去消息 好 回去 我哥說過 我不回去 我告訴你們 我是絕對不回去的 喂 有股心變了 你不回去 你要去哪裡 我搬出去 這城市這麼難 我哪裡都可以去 我就是不回那個家了 不要了 不好啦 你搬出去 不就等於是分區的意思嗎 你這樣事情會越鬧越大 誤會會越來越深 不好啦 什麼會不好 非常好 你 我回去那個家幹什麼 回去那個鳥籠裡面 繼續當個龍中鳥 我不幹 我告訴你 我離陸康了 今天就是要飛出去 我要做我自己 好啦 你喝多了 不要再講了 沒有喝多了 不要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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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不是 她是醉成這樣 對啊 等一下 先送她去旅館 不要啦 沒人照顧她 靠啊 把送去只在那邊一下好了 好 有事你先走了 你可以嗎 沒問題啊 請我先鬧水走囉 好 交給我 交給我 趕快搞啊 沒問題啊 好 拜拜 嘿 你去哪裡啊 嘿嘿 回來啦 好了好了好了 我要回去抓 你喝醉了啦 繼續喝 不要再講了啦 快喝了啦 快喝了啦 你再叫我揍你喔 我 我 不要揍我 好 不要 好 打一拳 好 走了啦 走了啦 你都喝醉了 算了 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你喝醉了啦 這女孩是誰 是大人家 你去看 誰啊 爸 你怎麼來了 你爸喝醉 我揍我了 來來來 小心 等一下再說了 我去喝酒 扛到你們的房間去 我們先去那個消心房 左邊那間 左邊 你怎麼那麼重啊 你要渴 來來來 再再再再 先把它躺下來 唉唷 來來來 對不起 肉呀 來來 小心 小心 喝這麼多 怎麼搞的 看他的樣子 弄得我腰痠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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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醉酒的人 怎麼那麼重啊 怎麼那麼重啊 哭動的 辛苦了 來 復復復復 喝一點水 媽 你岳父到底是喝多少 對呀 他到底怎麼了 他跟你媽媽大吵了一架 吵架 吵架 吵什麼 這個 說來話長啦 不過啊 你爸爸真的發了 好大一頓的脾氣耶 他氣到最後面了 甩門就走了耶 還甩門 這可以步啊 那最後已經不是 一般的生氣了 對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爹地甩門耶 所以你媽媽也嚇一跳 我們也嚇一大跳 那到底是會有什麼事 發這麼大的脾氣啊 因為你媽媽 我為你爸爸外遇 什麼 哇 比我還猛啊 猛什麼猛啊 亂講話 我爹地不可能會外遇的 所以我就說是誤會 既然是誤會 那我打電話給我媽咪 千萬不要 不要 你媽媽那邊也有狀況 現在春花陪著她 你再打電話去啊 事情又沒完沒了 好不好 就讓他們兩個媽媽 在那邊互相取暖就好了 我是覺得喔 等一下傅康明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啊 你們夫妻兩個 就好好勸勸她 夫妻沒有隔夜仇的嘛 明天應該就會好了 記得 我好累啊 我這兩隻手還在抖 爸 你早點回去休息 對 我收你下去 好 好 喝醉酒的人這麼難扛 都是跟爛人一樣 對啊 爛醉 你怎麼那麼早起啊 我更睡一點 爸 宿醉有沒有很不舒服啊 嗯 不好意思啊 昨天大半夜 還在那邊吵你們啊 還在那邊吵你們啊 不過 你有聯繫媽咪了嗎 你們沒事了吧 應該是我爸 應該是我爸 爸很來了 子翰 早 早 爸早 早 福康 我幫你帶來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 差不多該回家了 那個春花 我已經跟她通過電話了 秋葉那邊應該是沒事了 你就去跟秋葉解釋一下 我相信她會理解的 媽 媽 媽 等一下爹地在那邊住兩天好不好 過幾天啊 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了 搬出去 爸 你 你 為什麼要搬出去不回家住啊 我今天啊 很早就起來 坐在這邊想了很久 我昨天晚上啊 我罵你媽之後 我居然覺得心情很舒暢 我頭一次覺得 過了一個很自由的晚上 想喝酒就喝酒 不想回家就不回家 福康啊 我覺得你這個是 這個心情不好啊 所產生的反彈的情緒耶 我是認真的啊 我一個人做啊 就可以不用顧慮到 秋葉的心情還有一大堆的規定 這是我三十年來覺得最自由的一個晚上 一個人啊 自有自在 無拘無束 兄弟啊 福康啊 你是中了嗎 我想說你昨天喝醉酒 熟了那些風吟風雨 只是喝醉而已 沒想到你現在把它給認真啊 拜託 千萬不要那麼衝動啊 這樣子會毀了你跟秋葉的婚姻啊 拜託 想清楚了 就是啊 爹地 爸說的沒有錯 你搬出去等於跟媽咪分居 這樣你的裂痕只會越來越深耶 裂痕深 就拉裂痕深嘛 斷掉也無所謂